另外三星米香节系列活动 大型王嘉年华是邀请了乡内五十尊神将 还有客家民俗议证 在三星市区热闹采接 为活动造势 另外有机米香节的蔬果园区也是同步开放 三星乡拥有悠久的神将传统 三星米香节系列活动 大神翁嘉年华 今天在三星运动场盛大举行开幕仪式 邀请了乡内五十尊的神将 以及客家民俗议证 近两百位的参与人员 展开三星市区热闹采接 阵容庞大气势磅礴 三星尤其米香节 在大神嘉年华社交往外当当中 正式来拉开序幕 同时我们也要继续 我们的农民可以好收拾 今天这个时段 我们全乡所有的大神浪 全部是奇迹一堂 在这个地方 待会儿就开始 今天要神浪起舞 顶头出动 气势非凡 香长黄锡勇表示 通过这种有趣互动的方式 让游客对神将传统有更深刻的体认 传统神将文化结合产业活动 希望在新旧交融当中 提升观光以及文创效益 而这也是三星有史以来首度封街 会圣诞的米香节演出精彩的前奏曲 华东就是跟传统神将和我们的地方参业 来做一个结合 希望可以新旧交融当中 可以来提升我们的一个观光效益 跟文创 进而来增加我们的地方参业 的经济阶段 这个大新郎嘉年华 未来中的生为我们三星 真重要的一个观光文化的集团 我们的国定文字都会来升班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新郎的活动 将会是发酵我们三星发展观光 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今天这个嘉年华的大新郎 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的一颗 第一边三星都会第一边 办这个大新郎的社会活动 而且也第一边把我们的鸡都放起来 所以说是历史性很重要的一颗 三香目前正值上将梨 红农果三星米等苏果的盛产期 配合苏果园区的开放 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经济产值 以来新闻记者时事明采访报导 谢谢